大家我们才关心玛利亚台风的最新动态 云图上面可以看到玛利亚台风的台风眼仍然相当的清楚 清晰可见显示它还是一个很强的台风 虽然在过去的半天它的强度是有稍微的减弱 但是它现在仍然是一个强烈台风的等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围还原云系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已经逐渐进入到我们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的上风 所以已经陆续有一些短暂的阵雨了 那么接下来今天的傍晚开始 它的暴风圈就逐渐碰出了我们台湾的东北部的陆地 风雨也会比较明显的增强 提醒大家要赶快提早做好防台准备 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它的移动的路径预测起来的话 这个移动路径是没有太明显的改变 但是它的移动的速度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本来是大概每小时28到30公里 但是在今天下午有稍微增快到每小时35公里 那么这就代表说有可能大风大雨的时间 会稍微的提早一些 不过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在入业之后 那么很多北部的县市有宣布说 这个停班停课 那么农民朋友们要赶快提早做好准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径图上面 也可以看到这个预测路径 没有太明显的改变 大概是从我们的这个基隆外海附近 逐渐往西北溪的方向通过 也就是大家很常说的这个西北台 那么这个路径的话呢 比较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它的强度 比较不容易受到地形上面的破坏 所以强度会比较强一点 另外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它的这个气流 这个逆时任环流 对我们这个中部以北地区的这个沿海来说 可能会有这个内水外排的这个困难 所以要特别留意低洼地 或是沿海地区可能会有这个积淹水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的当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风跟雨的影响 这个雨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今天下午的话中部以北地区陆陆陆续有一些短暂震雨 那么到这个今天傍晚 暴风圈碰触到我们台湾的陆地之后 这个风雨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强 因为这个台风的特举 它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台风 而且它的比较强的结构 都是比较集中在它的内核的地方 是比较集中在这个暴风圈以内的这个范围 所以当暴风圈还没有碰触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感觉好像风雨还好 但是一旦暴风圈碰触到陆地之后 这个风雨是会比较明显的增强 所以这一点要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那么来看一下 今天的到今天深夜 到明天的凌晨是这个台风 跟我们台湾最靠近 也是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一直到明天的这个清晨之前 都是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那么预计要到明天的中午 明天上午这个台风圈 台风的暴风圈会逐渐地离开我们台湾的 这个本岛的陆地 那么到明天的中午过后 暴风圈我们台湾的陆地 会完全的脱离暴风圈的影响范围 但是接下来要特别注意 在这个马祖外岛这附近 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 尤其这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西北台 也就是说它强度过去到这个 中国的这个福建 到马祖附近的时候 其实它的结构受到地形破坏的程度 是比较小 也就是说它强度是以比较强的姿态 进入到中国的东南银海这附近 所以这个影响可能也会是相当的显著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风的部分 风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因为这个台风其实很强 是一个强烈的台风 所以这个风的话也要特别的留意 尤其它在今天稍早已经经过 在这个日本冲城的公共岛 已经震升到相当明显的这个阵风 所以预估它在今天的傍晚到晚上 接近整个暴风圈的隆着我们台湾之后 预估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震风 尤其我们从这张图像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的区块 就是代表7级风的暴风圈影响范围 红色的区块是代表10级风的暴风圈影响范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影响范围很大 中部以北都有机会在7级风暴风圈的影响范围之内 10级风的话可以看到在桃竹苗以北 东北部地区都是有机会受到比较强的这个暴风圈的这个影响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特别的来当心 这一次的这个台湾可能会受到这个影响 那么几个这个农作物的防灾资讯提供给大家 主要是由国家灾害防灾科技中心 以及行政院农委会所提供的这样的资讯 可以看到颜色越深的话 就代表说受影响的这个区域 这个程度会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在我们的北北基 台北市基隆市跟新北市的话 要特别注意是我们甘薯跟竹笋 这两种作物可能会是受到影响 那么另外在我们的桃竹苗的话 水稻甘薯水梨还有葡萄 红龙果还有不结球白菜等等 还有花卉等植物也都要特别的留意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在桃园的沿海地区 另外苗栗的竹部地区 都有可能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 另外在我们的中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台中 彰化还有南投 这个农作物就比较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包含水稻 落花生甘薯香蕉木瓜藩石流 还有西瓜苦瓜等等还有橄榄花卉 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主要影响方面可以看到在我们台中市的这个 和平区附近还有我们南投县的这个山区 另外彰化县的沿海地区 也可能会受到比较显著的这个影响 那么最主要不只是这个风还有雨的这个影响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宜兰线的话 包含我们的水稻 梨子 番石流等等的作物要特别留意 尤其咱们宜兰的这个山区 那么最后的话呢是我们的花莲 那么水稻 落花生 香蕉跟凤梨 在沿海地区都要特别的留意 所以这一次台风可以说是来势汹汹 那么几个重点再次提醒给大家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在礼拜二的时候呢 今天主要影响的范围是在我们的这个中部 以北跟东美部 那么在傍晚过后风雨就会比较明显的增强 而且是月晚的话呢 震雨跟强震风也都会陆续的这个增强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预估在这个午夜到礼拜三清晨之间 但是风雨最为强大 各地都要严加戒备 那么黄龙地区也会有机会出现这个焚风 那么另外在礼拜三的时候 预计上午马利亚台风的暴风圈 就会逐渐的脱离台湾本岛 各地的这个风雨呢 中午前会逐渐的趋缓 但是还是有持续的短暂的震雨 到礼拜四的话呢 才会逐渐恢复成东南风的这个环境 那么礼拜四的话 天气就转去比较晴朗稳定的 会比较炎热一点 但是还是要特别去 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还有午后的这个热对流 尤其是在山区 所以整体来说 这也是台风的主要的影响时间 就是在礼拜二的晚上 到礼拜三的这个中午之前 尤其在礼拜三的清晨之前 是影响最显出的 也提醒大家要赶快做好防台准备 以上就是这一节 马利亚台风的最新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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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